这个饼刷到了我就必须要吃到它 买不到我就自己做 我们先来和面 不要听到和面就害怕 这个饼很简单的 260克的温水加5克酵母 要搅到完全的融化 再给它混合到面粉里面 面粉是1斤也就是500克 揉均匀了以后盖上盖子去发酵 无论是饧面还是发面 都是要盖盖子的 趁面团发酵的时候 可以准备一点夹在饼里面的配菜 我是煎了几个荷包蛋 还有培根 这个培根好好吃 要买这种肥瘦分明的 又煎了点火腿肠 现在看到火腿肠 满脑子都是科技于横活 另外素菜我炒了点豆芽 海带丝 还洗了一点生菜 还有时间再来炒个酱 油里面放三种酱 芝麻酱 甜面酱 还有黄豆酱 给它炒香了以后 加点水淀粉去勾芡 出锅前再放一点生抽五香粉就可以了 感觉我这酱做的有点多 这个是之前自己做的油泼辣子 再准备点番茄酱 面团已经发好了 这个时候会有点粘手 可以手上蘸点干粉 转移到案板上均匀揉成长条 再像我这样给它分成八等份 一斤面粉可以做八个饼 把面团稍微揉圆一下 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成长条形 就像牛舌一样 然后给它对折起来 再卷起来 用力的往下按压 按得平一点 可以把它盖起来 让它发一会儿 其实我感觉不发也没关系 因为后面我做出来有点太膨了 今天做了两种 一种就是锅里面不用放油的 直接这样干烤 火小一点 每隔半分钟去翻一次面 我盖上盖子 是为了让它的水分 不要流失的太多 最后感觉饼已经熟了 可以火稍微开大一点 把表面上个颜色 因为那个难度有点大 所以我就试了一下用油煎的 同样火要小一点 慢慢的煎 要不然你外面都焦了 里面的面粉还没熟 用油煎的就会简单一点 火不要太大都能成功 每样各夹一个 试试看口感 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今天搭配的这几个菜 感觉很好吃 这样的话也可以 一开始菜没有夹进去的时候 就给它刷在饼的表面 这样子味道会更好 现在夹的这个是油炸的 我自己吃的 放点蔬菜 然后再放点油泼辣子 酱多刷一点更好吃 太诱人了 我真的无法抵抗 这种碳水的诱惑 最近有点上火了 做了个绿豆豆浆 两种做法的饼 口感都不错 喜欢哪个就做哪个吧 好不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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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